299 明報 開會時間縮水財會通過五項撥款泛民作創科局建制搶加會 2015年7月4日 港文A10 明報專訊 泛民昨日為了創新及科技局撥款 以點人數方式令內務委員會超時 令財委會無法召開原定的第三節會議 財委會作四小時會議中通過五項議程 包括在公務小組備受爭議的啟德體育園區前期撥款 但民建聯談要中說 若數價前財委會未能通過創科局 財委會便該加回 人民力量陳致傳說若加回 不排除會議中指代續等方式阻止創科局通過 財委會主席張宇人說 若收到議員書面要求 會考慮包括政府 委員有否提出 時間 地點等因素 才能決定是否加回 他說下週是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 大會若然之下週五 相信加開財會未必能優先安排 部分委員稍後也未必會在香港 泛民兩尼直拖延時間行政會議成員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說 傾向支持加會幫一幫政府 譚耀宗指沒有與政府或建制派商討 加會安排 又批評泛民阻礙創科局的做法 昨日爭議此於內會討論是否以特權法調查 高鐵超之事件 當時內會主席梁君彥特在內會或綫 不讓議員再發言 引起泛民不滿 眼見不少建制議員不在席 泛民議員更兩次離職 令在席人數少於法定人數二十人 拖延會議進度 泛民此舉令會議超時 梁君彥決定謝財委會時間 超時表決是否支持特權法的議案 但並無諮詢議員 令泛民不滿 爭議令內會議程無法在原定時間內完成 要在晚上續會 令原本三節的財會需減少一節 財會三節減一節工黨主席李卓人其後承認 泛民目的是令財會討論時間減少 阻止創科局撥款在本月通過 至於兩節財會 委員花了較長時間討論啟德體育園區的撥款申請 多名委員質疑 有否必要見能容立五萬名觀眾的主場館 人民力量層至全關注監獄高鐵等項目超支 啟德體育園區日後會否同樣出現超支問題 通過啟德體育園區撥款民政事務局上任 秘書長馮程淑而解釋 啟德是多用途場館 體育活動將能優先預訂場地 目前香港大球場預計有四萬至五萬名觀眾的活動 大約每年佔三十日 但大球場有不少限制 令很多大型活動未能在大球場進行 包括設施、天氣、噪音因素 相信日後大球場的活動會移至啟德的主場館舉行 日數會比現在高一倍 立法會財委會晚上以二十九票贊成 十二票反對 一票棄權 通過啟德體育園區施工前工程共六千二百多萬元的撥款申請 連同啟德體育園區撥款、財委會作共通過五項民生撥款 下週五將再召開會議、討論公務員加薪、設立回收基金 及創科局等五項目的撥款申請 旁邊其次 nouvelle 即使